邰哥不用胸罩的 然後陳菊 不用 不用 也不用 那你辦誰的時候需要 就那個啊 那個 陳金沛 陳金沛 大白紗 大白紗陳金沛的時候 有需要的 就要用 所以其他人不覺得 如果帶來胸罩 會增加自己的女性自覺嗎 不會啊 這是 這也是陳金沛 這很震撼耶 這是放在廟門口 那兩隻獅子吧 這不是陳金沛啊 是啦 陳金沛之前 他要進去 他又不是要抽紙啊 要剪到很多之前的那... 他有用過這個髮型嗎 差不多 他都這種波浪頭啊 就很像哪一任的行政院長 戴了假髮之類的感覺 其實就是... 就是陳菊染頭髮 所以你沒有想過 自己扮哪個角色 是最痛苦的嗎 費歐納 費歐納的功夫 你說史瑞克的女生 史瑞克 你看很適合辦 費歐納的公主耶 我整個半生圖綠的啊 他說費歐納也是他辦 然後史瑞克也是他 然後那個... 辛普森家族也是他 馬上有顏色都是他 浩克 他也可以辦 那個什麼福娃 對 福娃也是他 福娃紅色的那個我也辦 都是他 還有旺旺有沒有 旺公仔 我們裡面最色的就是他 所有顏色 所有人都是他辦的 那你不會想要推給別人嗎 因為我的型應該是最像的嘛 OK 對 最像公仔 那台志遠你辦哪個女的 會覺得很痛苦 女的都還好 但是我覺得最痛苦的是 辦禿頭 要戴頭套 對 要沾頭套 要黏那個頭皮 然後更痛苦的是 辦有鬍子的禿頭 更討厭 你說黏也黏多 這邊也要黏 那邊也要黏 就最討厭 誰辦女裝是真的 樣子是你比較受不了的 這樣其實都還好 沒有說 有... 納豆 好髒喔 不想把它打死 可是你現在就很像納豆啊 沒有啦 真的耶 台客有時候會問自己 你不相信你把納豆照片 買這邊 十萬八千里 怎麼跟我比 你沒把他比 請問誰辦成女裝 是你看了以後會覺得說 算美的 阿堅 阿堅真的是辦得美 對 他有一股騷就有 他那個騷那樣有沒有 所以如果阿堅辦女裝 然後叫你親他 你會願意嗎 不願意 當然不願意 所以還是有一個底線在是不是 對 不行不行 其實納豆 阿堅他們辦女裝 就比較不會去計較 就是說製作單位 製作人要求他辦 他們就去辦 像我們早期的時候 像我有一次辦一個天后 他們就一直在催眠你 那時候我們製作人家說 你辦得好像喔 你根本就是他 就辦自菲菲啦 不是啦 對 後來因為已經通通都弄好了 他說你就要去上現場了 結果我一看就真的不能上去 江蕙 江蕙 一點都不像 一點都不像 那他一直催眠你說 你真的很像江蕙姐 你根本就是他 然後他就把你騙到手的時候 去拍了VCR之後 我自己看完 我都不敢看 然後就把那個 整個角色拿掉 是演得演爛嗎 演得演爛 不是 那是單演 所以是不像之後 就不會演對不對 不會演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服自己 你第一次男辦女裝 是什麼時候你記得嗎 我在七十幾年 美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什麼節目 我那連環炮的時候 是有名目 他那時候扮演女裝 很漂亮 因為那時候皮膚又好 他又帥 那時候毛孔還沒那麼大 他現在是衰老 對 他衰老 他以前在連環炮的時候 有好多粉絲寫信給他 我是第一女出小 他有粉絲拿東西在門口等我 男粉絲 男女都有 都有... 女的比較多 所以你現在照鏡子應該會 會趕傷年華老去 非常 而且我那時候 所有模仿女裝的相片 我都留著 你曾經沒驗過 這等於現在人老豬 因為現在連人老撿了 你們在化妝間撿面 然後在那邊卸妝的時候 會想說真的歲月不老人嗎 真的... 對 那法令文就一直越來越長 所以現在只要 拍SK2的廣告姿勢 那童童第一次扮女裝呢 我是當兵的時候 在義工隊表演 天啊 退伍的當天 是義工隊常常 需要有人扮女裝是不是 我們是有一套表演是這樣 就是現場義工隊 有很多女舞蹈員很漂亮 然後就穿著... 打扮著穿禮服這樣 邀請男生的這個阿兵哥上來 一起情歌對唱 第一首歌唱完之後 下面一位是誰 然後再一個出來 很漂亮的女的 然後再上來 第三個就是男生扮的 然後是背對的出來 很漂亮有沒有 那個男的出來每個都會以為 一轉頭昏倒這樣 你們扮女裝 有受過本人稱讚嗎 陳菊滿喜歡的 OK 阿菊姐滿喜歡的 可是他會說 你把我扮醜了什麼的嗎 沒有... 那有人扮過很晴嗎 對 有一次在一個... 可是你們都可以扮啊 可以啊 都可以扮 你們扮起來我很像林志玲耶 扮林志玲 林志玲 對啊 所以紅包是扮... 不是被林志玲稱讚過嗎 對...我們在有一... 在大前年的... 對 大前年的金鐘獎 一個活動上面 我們表演 去頒獎 然後下一次 他講說妳好漂亮喔 我說我怎麼好漂亮 對 她說我好漂亮 我說為什麼呢 隨便給妳打招呼的吧 沒有...因為我... 真的... 而且隨便社交的 你現在去問人家 人家根本不記得這件事情 對啊 因為林志玲是還滿假的耶 因為我是... 不是啊 他要跟你講什麼 沒有啦 他會叫我媽啦 因為我扮演 自己的媽媽啦 吳馳美的 那就有可能啊 對 那就有可能啊 開玩笑啦 可是那是我第一次 有人直接稱讚說 我演人家媽媽演得還不錯 真的醜嗎 我看一下 真的嗎 真的嗎 吳瑋好像很多 真的嗎 吳瑋好像很多